我聊四季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朝鮮對上瑪莉的對決 那這場朝鮮是由MBL超胖 那對手這位玩家我不熟 叫什麼... Nervous Smile 我的英文就是這麼誇張 請見諒 好 那來講解一下 稍微講解喔 那個朝鮮的能力 朝鮮的能力的話 村民有加三四眼 那如果打塔攻的話 有相當優勢的 因為你可以用村民看到比較多資訊 他就知道要往哪個地方攻 然後挖石頭的話 速度有增加 所以挖石也不虧 就是非常有效率的文明 再來就是他的弓兵啊 他的弓兵的防禦喔 是直接免費送給你的 再來就是軍事單位了 除了工程器以外 木材都會有減免的費用 相當相當好打塔公公的一個文明 我覺得他打塔公公不差 但是也是蠻看忍的啦 塔公公公算是一個超高端的一個操作打法 那我們就來看NBL自然會不會打塔公公吧 好 那除此之後他馬戰車還有銀罐 銀罐的話就是劍塔的射程增加 有什麼時候我看到 比較算是完全塔公公公公的一個文明 那銀罐的部分的話 則是增加投石車的一層射程 所以草芹已有投石車最遠射程之美 屁美 他就是投得非常遠 好 然後來看一下馬力吧 馬力的話稍微講話 木材減免費用15% 然後他的大學 研發速度80%加速 團隊加分 非常非常快 所以他打團戰的時候 瑪莉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爬科技的時候會爬很快 但是也只要递出那段時間有用 其他能力的話 在這場比賽來說 比較沒什麼特別 我個人覺得 瑪莉最經典的 最前面最有用的就是 木材減免費用15% 那這個15%減少其實蠻多的 因為你的木頭省越多的話 你就可以找別人下農田 那你比別人找下農田的話 你升城堡就會快一點 而且那個快一點是快幾分鐘的事情 幾分鐘啦 在高手之間的話可能是幾秒鐘的事情 當然我們這種分段的話大概是幾分鐘 那再來就是他的金礦持續 多30% 這是一個金礦可以爽爽挖的概念 然後他的均勻每一個時代 都會加那個遠防易防 就是劍勇啊 還有戳戳 好 這些單位都可以增加那個遠防的部分 大概就是他的 飛刀女獵手 很多人說飛刀女獵手很好用 但也是蠻看情況的 只要對方是工兵文明的話 絕對不能錯 因為飛刀打工兵文明是會被抗肯的 因為他的手太短血量又少 很容易就被射成白石 然後射速也慢喔 所以瑪莉這一場應該是不會出女飛刀手 那比較有可能會直接出一個大馬爆 因為大馬爆的話 瑪莉有他的彪悍精神 那彪悍精神的話可以增加奇兵攻擊力5 那連輕奇兵都有悍 所以他的駱駝啊重裝駱駝 攻擊力那個面表 傷害是非常非常高 有可能是這個遊戲最高的攻擊駱駝 來看一下這邊 吃豬應該是沒問題 OK 好 那稍微來看一下兩邊的圖 看一下MBL 這邊 吃第二隻大象了 欸這裡吃蠻多動物的欸 欸 嗯 欸 欸 嗯 TC殺殺殺殺象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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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什麼做動物 然後他就 嗯 嗯 那個 那 殺豬死豬怎麼辦 欸 MBL 這場 不妙 好 看一下MBL的圖 MBL的圖 是 可以尾啦 呵呵 簡單還說是可以尾 但是 算是好尾這一張圖 如果 給分數的話 應該有七八十分喔 但是 尾法還說是可以尾 但是 給八十分好像太高了 算是七十分吧 因為 最主要是他這幾塊地方 太大了 然後 木區 這裡很稀疏 有點尷尬 所以他有沒有選擇往下挖 因為如果要蓋法木場的話 就蓋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 又蠻稀疏的 所以這邊木區 這兩個地方 會比較適合一點 前面的話就先掠過 呃 就總體來說的話 他的圖 不算差 算差 唉唷 但是這邊 瑪莉已經出了兩隻棒棒 要來出發了 而且我在挖黃金 看來是要棒棒黑跳城 還是要棒棒跳風 然後打 小弓呢 就來看一下瑪莉怎麼選擇 那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OK 棒棒過來了 棒棒這邊直接開打 唉唷唉唷 好 那棒棒開打 左邊兩隻洛瑪也互砍一下 我這邊在操控洛瑪 這邊有一隻村民女村民殘血 三隻棒棒直接對女村民怼了上去 但這個 喔這個刺猴卡得很好 哇這才是沒辦法 最後還是被他繞過去 砍到最後一下 這隻刺猴被捅到了一滴 喔呦 殘血 剩下一滴血的刺猴 那這裡剩下三隻村民 四隻村民在打這個裝甲 裝甲是封建時代最難解的一個近戰單位 寫多攻擊力高 唉唷又拆死一村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還行 這隻殘血 差一刀 真是差一刀 好在這邊 MBL龍以損失一村告終這一場黑暗大戰 沒有疑問的話 應該是要打弓箭了 對 OK 瑪麗這邊確實斷出小宮 因為經營也持續有挖 通常會蓋採礦領地的話 黑暗時代 通常都是封建要打小宮了 這算是一個比較小觀念 然後這邊 MBL 顧著看對方打什麼兵種 唉唷打小宮 炸賽 炸裂彈 趕快趕快 趕快要補馬嗎 還是要下射箭場了 這邊先點下來一擊一伐木 那 一擊田還沒有點 瑪麗則下 則是也點下一擊田 那這邊 省木材真的是蠻省的 你看這邊直接下了四片田 來看一下MBL 欸 IBL你怎麼那麼多田 呵呵 你也是蠻多的 好這邊因為他沒有下那個兵工場的關係 而是直接下馬舊 再下一個射箭場 所以他這邊舔會比較早 欸但是 這邊瑪麗舔少的原因也不是這個原因喔 是因為他挖木頭人比較少的關係 人家都是配十木嗎 欸不對啊他這裡應該是十二母 那為什麼他木頭看起來那麼少 七個 哪裡好人在挖 欸 欸 欸 喔 喔 這些地方的聰明也在挖啦 有在補 那他前期木頭會比較少一點的意思嗎 老遠看不太懂 那木頭應該來說 應該可以跟MBL差不多 甚至多一點 好 沒關係 好看一下這邊 射箭場 五隻小弓出來 準備喔 開始搞 這邊MBL早就已經有三隻肉 在後面來做一個騷了 好 那這邊少了能不能打到一點東西呢 好這邊在維加 可能有點太慢了 而且這裡有個洞 很大的一個洞 好過來 開始砍村民 直接集火一隻包起來打 直接集火 順利解掉一隻 好那現在是1比1的一個戰局 好來看一下KDA KDA目前大家有死一村 那這邊小弓已經出發了 等一下呢1級攻了吧 應該是有了 好1級攻再升 10秒 快研發好 好這邊赤猴過來看到 哇這邊赤猴 這邊在巡邏 巡邏看到就直接上了 好那確實看到小弓出發地點 然後這邊拉了一些戰毛 過來做防守 好準備 想來抓這個小弓 這邊赤猴過來想要會合一下 但是對手 早已經有警覺心了 因為他已經看到3隻肉 這裡有一隻總共4隻肉 這裡不配點長槍兵 可能會出事了 好那這邊MBL 看到了這邊 5隻小弓加1隻戳戳 那戰毛往前走嗎 唉唷戰毛有點多 6隻 6隻戰毛加4隻赤猴 很強的一個封建 好那看一下這邊戰毛能不能打得挺東西 來 直接硬點 對手表示B戰B戰 不打不打 不玩了不玩了 趕快進去讀口 沒錯讀口趕快讀 好直接一個選擇B戰不打 然後家裡繼續農 好這邊下了第二個伐木場 這邊有個洞喔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這個洞還蠻大的喔 好這邊MBL 感覺也不知道要怎麼辦喔 拆場死一隻豬 田也灑蠻香喔 唉唷這邊打雙射箭場 哇真的是要打弓箭開嗎 韓國打弓箭也算是蠻優勢的 有一定的優勢在 有個加成 好 OK那戳戳過來 直接戳這麼長 這個戰毛 不對不對 戳落馬戳落馬 我們戳到一下 唉唷沒戳就死掉了 好這邊圍牆趕快圍趕快圍 但不幸中的大幸 戰毛打臭命的傷害並沒有那麼高 只有1滴血的傷害 但是 被打久了還是會死啊 那這樣就要看他這邊會不會拉小弓出來 防守 但看起來沒有啊 小弓就出門了 這邊是要一個互相傷害的節奏了 這邊戰毛也沒有打算要去 躲於這邊挖礦的村民 MBL 可能覺得不太妙 因為小弓一直沒有出來 然後應該有心理有底了 果然在家裡附近 哇完全被MBL抓個正著 好這邊兩隻小弓換兩隻小弓 想要走進來 但是被MBL這邊蓋個房子 哇然後還殺掉一村 爛爛了爛爛了 價值連城 這幾隻小弓做到了蠻多事情的 那這邊 戰毛跟刺紅 反正都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有點虧啊 好這邊加速一下 好這邊應該都是小小弓 好小弓過來 開啟射這邊弓兵戰毛巨頭 戰毛雖然容易多了 然後弓兵已死光 OK 那MBL已經率先到城堡時代 那瑪麗這邊挖經濟術好了 城堡時代也真的研發中 然後敵射戰毛奴兵全部點下去 然後戰毛兵大概就變身了 現在MBL 韓國這邊打的是 戰毛蝦姆兵的一個 這邊一個強攻 導致瑪麗耗費大量能力 來連圍的房子 但是沒有辦法 哇直接被打了進去啊 但MBL應該不知道他這邊有洞 是一個很大的洞 好奴兵在這邊騷擾田 那由於這一波攻是 欸這邊就有三隻落馬 所以剛剛那波小弓弄光之後 就沒有打算繼續出小弓了 然後選豬轉出了BK 要來出奴霍或頭子車 然後這邊選頭子車 要來守 那個頭子車的話 需要斜搓來擋這些落馬 所以沒意外的話 看一下要不要再繼續按點斗力喔 斗力只有兩隻而已 那這邊MBL已經察覺到有點危險了 我覺得 不太對勁 對方一直沒有兵派過來 就代表他BK的人就過來了 那就先把兵拉掉 這邊是要回舟的意思嗎 這邊有抓到 我們拼這隻高地射死一隻落馬 這邊一個激活 欸唷這隻肉馬還抓到一村 哇 這個就是高手之間的對決 抓村民 好但是MBL這邊是雙TC 瑪麗則是3TC 這個頭車沒頭到好可惜 瑪麗3TC開 目前村民領先是兩村而已 這邊再頭一下 喔再射一下 喔唷那個小公尺七隻 壓力很大 好這邊再過來 看能不能再殺到幾村 但你先趕快收村 那這邊MBL選擇先射田 射田 可是射田 田真的很寶寶 唉唷哇吃到了 哇再把他直接打到一半的工兵殘血 好傷 還好沒有正中紅心喔 正中紅心的話 就全部倒了 好那這邊MBL開一下第三個TC 第四個TC OK直接把TC補到四個要來開始農了 那兩邊的選擇都算一個上層開農 少打小鬧 沒有要打一個大城堡 強攻路線 好這邊行出來 來解一下這邊的戰毛 好攻兵過來 攻兵12加3 這邊奴炮也出來了 泰色 這邊攻兵應該就會被輕鬆瓦解掉了 這邊行過來砍村民 砍到了一村 這邊行上來硬砍 有點傷啊 這個提示 好這邊我要蓋 哎呀 沒漏洞 好這邊騎士更大量的都衝得出來 又想要去騷擾 那這邊 老頭在附近 有看到嗎 沒有 沒空 沒空你這些騎士 先去撿遺跡 那這邊騎士 持續在做騷擾 當然蠻做村民的 那村民 稍微有點落後 落後十村了 MBL落後十村了 瑪麗這邊 十四零先 十二村左右 好這邊來一個高地堡 再來限制對手一個出兵點位 那比較尷尬的是 沒有壓到這塊金 藍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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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 這就可以壓制到 但就是 沒有怎樣 沒有辦法直接進入射程 去挖礦的話 村民還是有點危險 哇這邊 騎士燒了得很到位 一直在到處搭 搭明插軍 已經來到了 快要二十三村了嗎 有一點多喔 這邊 這邊等一下 這邊是連環塔 這邊是五隻劍塔 這邊挖手被抓到 不足五隻 九隻劍塔 再補中間一隻 十隻 這是怎樣玩 這是亂豆糖 他村民太多了 來了 大約六村左右 來蓋這個劍塔 十六村 十村喔 十村 對手好像沒有發現 對 對手是沒有看到的一個狀況 對手是也 並沒有發現到 他的位置 他這邊投車 大概一出去可能就會發現 WTF 怎麼外面那麼多劍塔 這邊出來要來挖礦 但是竟然他一射 誒誒 誒誒 怎麼會有劍塔一射 來看一下這個 韓國的劍塔 韓國的劍塔是免費升級 這回他也連升級都沒按 自動到 城堡時代就會升級 然後地方時代就變成大型劍塔 大型劍塔的數值也是蠻不錯的 8加6 然後再去蓋個大學 果然點下來銀罐 一射 那這個一射 就是可以加射程 那他 韓國的馬 那個 射程 最好的地方就是 他的 韓國的劍塔射程 是非常非常遠的 是這個遊戲裡面最遠的 好那這邊一三級 哇你看這個範圍 直接擴大 加2射程 這個範圍很廣 這個 現在射程多少 8加5 13射程 離長弓兵還好遠的意思嗎 好 這邊有更大量的肉麻來做騷擾 然後那邊馬力點下銀罐 7 奇幣的攻擊力是7加7 那馬卡也全部點好了 攻擊力也是滿的 2公金罐 好 那是這邊 沒有封死喔 所以這邊千奇兵可以到處 來跑去 做一個 極致的騷擾 那村民宿一直被減少 好這邊再蓋一下 四座劍塔 五座劍塔 想要防守 老左邊怎麼也起 是怎樣 這個 這個是要國境封鎖是不是 直接隔離起來 看他一趟 可能MBL覺得這個馬力確診 先給他隔離起來一下 殊不知這些 確診的馬 還是充得出來 發了狂似的 就是要來這邊 傳染 病毒給這些村民喔 病毒村民 被病毒 用到療護名聲 完蛋 村民直接BBQ 少了快30村 到處都在砍 由於馬力的 輕奇兵攻擊很高 砍村民的效率非常非常高 神夢阿 大概四刀死一村喔 我們這邊MBL也是不能忍 你也太過分了吧 砍我這麼多村 趕快把劍塔往生叉 我們跑過來防守一下這邊 生叉的村民 這個劍塔到底有多少 我來算一下 哇靠 36根劍塔 現在地圖上有36根劍塔 還沒有蓋的話 大概為30根喔 我的天 真的是全面封鎖 但是 比較麻煩的是 沒有把他的 像這種地方喔 維持強 他還是可以出來 所以還沒有到完全封鎖狀態 那MBL要怎麼繼續封鎖 這位玩家 我們就 是個問題了 但是家裡的問題 還是沒有結束 還是有很多的輕奇兵在殺村民 然後這邊村民放出來 這個輕奇兵又開始在圖 哇那這邊 這個洩落馬 真的是價值嚴懲 被砍到只剩63村 從130村 死了 到剩63村了 哇這個輕奇兵 太猛了 反正說太猛 DX極高 超級巨樣的 大型劍塔 在這邊做防守 MBL 但是家裡已經BBQ 已經 快沒什麼村民了 莫名數非常非常少 這個TC 還是快要被 手撕掉 然後這邊繼續想要往裡面 升插 箭塔 好這邊 輕奇兵 嗚呦 來打這個 奴兵 打到一發 好 輕奇兵要來打這個 村民嗎 但是長 長官走過去就快死了 這個肉馬 沒那麼躺 好走到了 確實只剩下一隻 騎兵 騎兵的量可能要再大一點 好家裡這邊 還在打 還在殺村 村民剛剛重建遺漏村 又變成了59村 然後這邊有大量的 衝車來撞切 那行劍柴要來做一個虛毒動作 這裡有很多圍箭喔 瑪麗不能忍喔 要來拆這些圍箭 然後在這邊 先這邊過來硬砍這邊的火靠 倒下去非常快 因為瑪麗的馬真的很痛很痛 這個肉馬 攻擊力極高 瑪麗這邊已經 也快要乾了 沒有太多的肉 也快用完了 而且這邊如果再被聲插進去的話 這邊田就不能中了 所以這個田要趕快往下散 這邊持續工兵排斥再輸出 然後再馬力的肉馬有點中 雖說衝車被射很低喔 但是這個劍塔跟弩命的量力多 還是可以直接射掉這些衝車的 然後這劍塔一邊就能再減少 而衝車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撞到去會有脫散效果 像這種塔連在一起的 建築物 有衝車來撞就是比較快 左邊這裡好一塊石頭沒有挖 賺到了 現在是MDL 村民處363村 家裡的馬也解的差不多了 終於可以把村民放出來 開始採資源 但是又來第二波 想要來做騷擾的 完蛋這兵挖礦又要被抓了 沒看到 就路過而已 路過還是要來殺村民 完蛋要砍村民速度真的超快 這邊工兵直接也被砍死 哇 這工兵大概被砍了三四下 如果躺到這上抽了 好這邊換土兵進攻衝車 來了三台 右邊呢 右邊好衝車喔 右邊還有兩台 好那這邊 城堡蓋在劍塔射不到一個位置 上高地堡 走這些騙人騙還不錯 哇MBL是不是有點玩過頭了 想用韓國劍塔全境封鎖 反其道而行 被對手一個大肉馬 殺了巨量的村民 村民速一直維持在60村 左右是70村 村民速一直拉不起來 情況下 韓人對這場遊戲造成逆轉嗎 MBL終於忍不住了 點下了縱裝強壯兵跟復兵的頒獎 好強是練獎 剛剛二級田還沒有解 這邊肉非常非常的稀少 只剩下十次練田 然後還一直收村 然後又來更多的肉馬 對手則是有71片田 大概是四倍左右了吧 四五倍了 四五倍的田量肉量 再繼續跟你做馬爆 好這邊再繼續收村 衝動車 繼續撞 這裡想要直接拆衝車 有機會拆掉一台 可以第二台 應該也是沒問題 後面有馬沒有過來 來 左邊這邊 沒救了 空車輕輕鬆鬆解掉這些劍塔 MBL家裡持續在BBQ 分數還是MBL領先 但這個領先似乎不會持續太久 這個劍塔再拆個幾根 應該分數就逆轉了 好那這邊順利的剪掉這邊的劍塔 終於可以來挖這邊金礦了 瑪麗的金終於恢復了 終於有人來挖金了 那現在他的龍田數來到80片田 哇 瑪麗應該是最強弱馬的 弱馬文明了 攻擊力最高 好痛 沒有黃金還可以把MBL打成這樣子 哇 這裡又有更多的村民 拜卡達 哎呀哎呀 又來了更多的馬 呵呵 哇 貝布羅分數直接被反超 村民數依舊在七十村左右 這邊就被殺了更大量的村民 村民太多了 沒有辦法在擠掉這個TC裡面 全部的村民被擠在這個TC下 被砍傷還是很高 哇又來了更大量的馬 哎 村民數只是降到正六十村左右 左邊的村民被解掉 右邊已經全部被解掉箭塔 中間的箭塔也被解掉了 那只剩下左邊的箭塔 那這邊被大馬爆的MBL 還有就可以救回自己的村民塑料嗎 那家裡的戳戳能擠得出來嗎 哇更多的大馬爆又收了進來 哎呀 MBL 村民數剩下五十九村 太長了 哇這個砍弓兵跟砍村民的招數是一樣 四刀死一日 手起刀落 哇這邊大量箭塔跟 城堡在射這個肉馬 其實也是殺蠻快的 但是還是跑太快了 然後那這邊衝車開始來解左邊的箭塔 這邊肉馬還想來殺一些村民 這邊大量沒有看到可以打的標的 這邊村民在放出來去工作 家裡又繞了一匹肉馬過來又被BBQ刺 這邊看到有很多人都把木頭趕快過來砍一下 那這邊也是有人在種田趕快來砍一下 那這邊有很多的村民又被放出來再過來砍一下 好左邊的村民被砍到過來種田 好再過來砍一下 好那這邊看到很多遺跡 喔再過來撞一下 好那這邊 呵呵呵 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解釋這場比賽了 我不知道我自己看了啥小 本以為 MBL全進封鎖馬力已經要 勝券在握了 結果被一個偷渡客 衝了出來砍掉一堆村民 我到底看到啥 沖一樹剩下40村 呵呵呵 對手152村 嗯這個 有點慘 真的是有點慘 哇這裡我被再塗一村 呵呵呵 這個殺村民的速度太快了 哇這裡七圈又要死了 村民要剩下二十幾村了嗎 好從誰過來 經濟開始跟我們上砍村民的速度 感覺這場MBL並不是亂玩 我是認真玩的 他這個拳技封鎖應該是小腦在比賽用的 但實際用了一下發現 事物不是那麼好死了 如果對手真的會玩的話 就像這個瑪莉一樣 直接從外面繞出去 然後打自己家就好 這個全進封鎖的一個想法 特急被瓦解 這裡出再多奴賓 輸也無事進步 村民術差距只剩下 五三二三十二村 安全的墓區跟TC 已經快沒有了 這邊還被三隻肉馬手撕掉了TC 這邊聰明在GG被殺聰明處 我們今天降到剩下二十... 二十九隻了嗎 三十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哇 剩下二十七村的時候 MBL打出了GG MBL心態也是很好 被砍成這樣子 心態居然都沒炸 這場應該不用太看經濟什麼的 這場... 感覺就是一場鬧劇啊 兩邊都是打得... 我覺得瑪莉打得很好啊 心態沒有崩 觀念非常好 就算被封鎖也是蠻冷靜沉著的 先出去殺一波 然後有一些進化幾處拿來做衝車 慢慢解掉這些劍塔 之後呢 再用肉馬出去砍一波 然後再把黃金挖回來 然後再出騎士 非常好的一個打法 但瑪莉這邊前面會這麼弱勢 還有原因是因為他的手推車忘記點 到了五十一分踩點 帝王時代都過了一大段時間才點下 所以導致他的大肉馬在前期地出 並沒有那麼的亮眼 反而是到了比較後期 大肉馬那麼順暢才會滿明顯起來的 畢竟沒有手推車 這個農田種田效率就差蠻多的 好 那這邊... 這邊 朝鮮 MBL真的是很慘 兩種資源都被砍到 幾乎泛媒資源狀況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